我們介紹另外一種畫法 那一樣就是先畫一個矩形 這個矩形的話一樣是小老鼠 80,豆點80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產生兩條線 剛剛要直接中線再偏移 可是這邊有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也是不在這上面的 你可以輸入這個指令叫ml ml的指令 然後呢這個地方的話呢選擇 對正方式 這個是正方式 所以輸入追 追enter 然後這邊的話要歸零 你不能靠下也不能靠上 要歸零 追再一個z 接下來的話你就直接 點這邊再畫出來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就好了 按escape跳開 就畫兩條線了 這樣比較快吧 再來的話按一個空白鍵 空白鍵等於是輸入ml的意思 再輸入追 再輸入z 然後再一次 這邊到這邊 這樣的話呢就畫好了 畫好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要講說 如果這邊要產生剛剛那個正方形的話 除了說用兩個追蹤點之外 其實我們用偏移的方式也可以啊 有沒有 偏移從哪邊偏移呢 就是這個這個舉行有沒有 往裡面偏移不就好了 那首先的話偏移我們用偏移的方式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那偏移他說要偏移的距離嘛 那距離是哪裡到哪裡呢 中心這個終點對不對 點一下到哪裡呢 到這邊有沒有 到他的這個焦點嘛對不對 這個距離就是 他的這個距離的嘛 然後呢要偏移的物件就點這個 然後往裡面再點一下 就不是有產生的嗎 有沒有 我們只要指定一個距離 就可以終點到那個交叉點 就可以產生一個偏移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不需要的線段 用刪除的方式 就把它刪除掉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圖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邊 一樣的方式就把它刪除 那有一些這個地方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的話呢 可以把它刪除 那刪除完畢之後的話 就會完成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